嗨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画一个手环 那我们在画手环之前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基础的方样线 那这个方样线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在 Ryno里面直接绘制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呢来画一个圆 在Ryno里面选择circle 然后半径的话 大概 20好了 好了之后点一下 你会看到它上面这边就有控制点的显示 好 那我们把这个控制点呢 我们用Ryno的指令 我们用rebuild 重建 然后我们把它控制点这边 我们把它改成五个 不要太多五就好 好了之后呢按OK 再点一下你看 现在它的控制点就被更改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控制点的一些位移 让它稍微有Z轴上面的一些改变 好可以大概调整一下 就让它下来一点 这个再下来 好 大概调整就可以了 就是让它有一点立体上面的变化就好 好 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要在这个线上面进行分点 好我们之前分过蛮多次点了嘛 它在curve底下 我们之前都是用这个divide curve 那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黑色的标签这边写division 它下面这边其实都是各种不同的分线的方式 然后像是我们之前是用这个divide curve 它是直接根据数量 我们不要分十个点 然后它就把这个点十等分 然后像是这个divide length 它就是根据长度 比如说我这一个长度 我想要它是20单位 这样 然后它就是依照每个20单位去分 然后下面这两个啊 你看它上面这个图示 它有一个正方形有没有 这个其实是平面的意思 所以呢它会根据你的线要分几个 然后去产生一些对应的平面 那今天这个是我们要的 我们选择这个perframe 我们把它点下来在这里 好 那我们要先把这个线呢 从rino里面汇进来 我们回到parameter的标签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curve的这个参数或容器 好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键选择set1curve 点一下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curve 送进这个perframe的curve里面 好 你看它这边就切好这个平面了 然后在这边这个count 就是我们现在要切几个平面 它现在是切了十个 我们切三个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面哦 你先看一下在rino里面这个walltop的这个平面 x方向是红色 y方向是绿色对吧 然后它现在这个平面啊 我们我们来看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看这个平面 它的这个方向 z轴的方向其实就是根据你在这个线段在这个中心点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就是它切割的这个点 这个点位在这个线上的发向量就会是它这个平面的z轴 我们来比一下 我们来比一下我们把左手拿出来 然后你的拇指是x轴 x轴是这里 比这个方向 然后y轴呢是你的中指 然后你的食指是不是就往这个方向突了 这个就是它切平面的一个原理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第三个参数是align 它现在这边是标示是true 好我们给它一个booleum toggle 把它改成false 好你看一下它这边这个x的方向 你看这边一下子是上面 一下子变这里 一下子变这里 它就比较没有按照这个顺序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顺 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把它更改在true的位置 就是它都是 都是比较规则新一点的 好 那我先把它删掉 切好这三个平面之后呢 我现在要针对在这个平面上面 我们来画多边形 画多边形的话它是curve嘛 所以它是在curve标签这边 我们在这个primitive 我们把它点开 多边形就是这个polygon 我们把它选出来 它在这个位置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些参数哦 第一个的话是平面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三个切出来的平面 我们把它送进来 然后还有半径跟它的边 像现在这边是写六嘛 就是说我要画六边形 如果是三角形的话就是打三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说我这个边它要不要导圆角 我们直接来画画看吧 我们把这个friends 这个你看它这个后面的这个output 它才是平面的类型哦 我们把这个送进来 不要送到下面这个 这个的话是数字类型的 它是其他用途 我们今天先用这个friends 我们把它送进plan里面 好 你会看到这上面其实已经画好六边形了哦 那我们先把这个平面 我们先把它隐藏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想画几边形好 那就画个 好 一样是六边形好了 我们把它送进来 这不会有任何改变 因为它本来预设就是六 然后半径啊 我们把它调大一点 它现在预设是三 把它改成五 好 这样大一点 然后它现在这边是导圆角嘛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假设我导一个单位的圆角 你看它就会变得比较滑顺一点 看你们喜欢哪种 那我先暂时不要导圆角 好 画好这几个六边形之后 我们可以来将它loft起来 让它长成一个环状 好 我们如果要讲loft的话 它是面嘛 它到我们到surface底下这边 选择freeform 然后呢 我们来找这个loft 它在这个位置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 它这个polygon后面这边 这个线种类的参数 我们把它送进curve里面 好直接送进来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你会发现 它怎么 这个跟这个没有连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在loft的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选项 有没有 我们按一下右键 在右键这边还有一个这个loft option 就是它的一些选项 你看它这边有写一个 我这个面要不要是封闭的 就要不要把它完成了 完成一整圈 这样我们把这边打勾 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按打勾 然后像是这边还有一些 其他的参数可以调整 这就跟在 rino里面做loft的时候一样的 就是我们那个线 线跟线之间 我们要把它形成loft的时候 它一样会有一个小的视窗跳出来 然后这边就会选说 我们这个面要有点比较松弛的 还是很紧致的那种面 那我们一般我们先 设定这个normal就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按绿色勾勾 好了之后你看它这个面就封闭起来了 其实还蛮好看的啦 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option这边 我们刚才有看到另外一个是这个align sections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现在这边的话就变成是说 我这个这个六角形到下一个六角形之间呢 它的这个方向性都是一致的 好我们再回去刚刚没有align的状况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勾这个align的话 它这个边到这边它其实是会稍微旋转的哦 好 这边补充一下它为什么会是旋转的 那这其实呢会牵涉到我们在画这个六边形的时候啊 它前面这边这个平面它其实是有被旋转过的嘛 就它每个的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如果要看它到底是旋转了多少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它后面这个面这个这个线 我们把这个线呢截取出来把它变成点 也就是把这个线炸开 那如果要把线炸开呢 我们可以到curve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explode 好在这个位置 这时候呢我们直接把curve送进来 好你看它就变成一个一个线段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后面这边的输出端呢 有被炸开后一条一条的线跟单独的点 那如果我们有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之前艾力有用过的这个point list 在display底下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来看点的顺序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vertis的output 才是点类型的参数 我们把它送到point list的point里面 那我们把这个点先关起来 我把size调大一点 调2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0在这个位置有没有 然后呢所以我这个冷线 我们来看上面这条冷线 它就是一直顺着 接过去是接到0 0在这里 然后你看如果假设是1好了 这边这个1 这个1 你看它是这样子接过来 它会接到这边这个1 所以呢它其实会牵涉到说 我现在这个六边形上面 它这个有没有旋转跟它这个角度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这个loft 它直接在画完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一点点旋转 扭动之后的这种效果 好那有些同学可能刚刚在看这个vertis 这个output的时候可能会疑问说 为什么它这边输出的点是7个 六边形炸开它不是应该是6个点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 我放大一点 它其实会把这个线段每一个都炸开 它就会变成这边一条线 这边一条线 这边一条线这样子 然后点位的话 这边一条线的话 它其实就会有0 1这样的点 然后这边是1 2 2 3 3 4 4 5 然后最后一条线这边呢 会有5 6 可是这个时候这个6 就跟原本这边这个0重叠了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是为什么会有7个点的原因 那呢 我们如果现在很喜欢这个形状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丢回Ryno里面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这样点 我们是点不到东西的嘛 因为它没有在Ryno里面 我们如果要把它丢回Ryno里面 变成模型的话 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要丢回去的东西 你要丢回去的东西 你要是点线面体 其实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要丢回去的就是这个面 所以我们就按一下这个电池 然后我们可以按一下滑鼠中键 我们之前有做过群组嘛 然后还有做这个显示隐藏的 然后你可以看这边有一颗荷包蛋 这个叫back 你看它上面写 我们会把这个 这个物件 我们把它送回去Ryno里面 它有点取这种谐音啊 烘焙 好 我们点一下 这样子你看在Ryno里面就有了 或者呢 好 我先把它删除 或者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电池 然后我们按右键 这边也有一个back 记得是对着这个电池的icon哦 就是不要点到前面这个线 我们点这边 这样子的话它这边就可以针对 我们现在这边 如果你Ryno里面有很多图层 它就可以丢到指定的图层里面 然后也可以选择说 你back回去的这个东西 要不要是一个群组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 假设说我这边 这边是这三个东西好了 这三个线 我想要把它 我想要把它back回去 可是如果未来 如果物件一多的话 它不是群组的状况的话 还得自己在这边一个一个点 然后我们在Ryno里面把它群组 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边 这边就可以用group的方式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把它back回来 然后它就是一个群组的状况 如果是用滑鼠中间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群组功能的 就是有一些差异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 好 那我一样把这边back回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改显示模式到Render 还可以啦 还蛮漂亮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转成Mesh 然后再去做3D列印什么的 就可以有一个手环了 好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呢 学到了怎么样用平面来分割线 也就是这个 preference的这个指令 然后也了解怎么样用polygon 来做多边形的操作 那最后呢 有教说在loft底下 这边有这个option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细项的设定 在最后呢 有教大家怎么样用back 有两种方法 去做把模型从gresshopper里面丢回rino的这个动作 好 那这是今天的课程 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